加拿大的华人亲人们,你们好 我是来自山东的房地产经纪鲍布胡 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向你问好 今天是2022年9月19号 星期一,奴隶8月24 今天的主要内容有 加拿大人负担力已到临界点 超市食品价格短期不再大幅上升 女子在多伦多市中心遭枪击 加拿大泼咖啡案 汽车变成了松鼠窝 伊丽莎白二世女王葬礼 加拿大高通账还将持续一整年 安省将长期资助新冠研究计划 下面看一下具体内容 加拿大人负担力已到临界点 加拿大人的可负担能力已达到危机的临界点 尽管联邦政府在上周宣布了多项全新的措施 来帮助民众应对可负担性的挑战 但多名专家指出 上述措施不太可能产生显著的效果 联邦政府应该坦诚 政府在短期内能采取的对策并不多 联邦自由党政府在13日宣布了多项新措施 包括提供一次性的500元的租金补助 将GST的退税翻一翻 为来自低收入儿童的家庭 推出临时雅客互利计划 旨在帮助因通胀高企 而生活日益艰难的灭准 松鼠多禄多在宣布上述措施时说 这些措施将在现在给人民生活带来改变 但他们是有充分的针对性的将不会加剧通胀 然而保守党党魁Pierre Polibur抨击上述措施 将令通胀火上浇油 卡尔加利大学的经济学家说 联邦政府宣布的新措施将不太可能是产生显著的效果 他太强调迅速解决导致通胀的根源问题可能是困难的 因此政府需要说实话的一件事情是清楚认识到在短期内能够做的并不多 踏行之处 通胀的相当于部分原因是由于全球性的因素和能源价格高企造成的 因此政府关于开支的政策只能产生有限的影响 在加拿大洋行调生利率对抑制通胀产生影响也需要时间 超市食品价格短期不再大幅上升 超市的食品价格由于零售商的供应成本 声势挥稳故胜负可能已经达到近期的顶峰 不再出现大幅上升的情况 拥有Solby的超市集团的Empire表示 随着食品制造商的售价升稳区域平稳 加拿大的超市的食品价格升可能已经达到顶峰 Solby总裁及其母公司于15日与分析员进行电话会议 微商表示 大约3至4个星期前 已经开始对价格不再上升有更多信息 另一超市集团捞不捞的主席监总裁 于7月时已表示 随着商品与运输成本有改善 价格升势已出现早期方法的迹象 供应商的成本仍然居高不下 给零售物价带来持续压力 随着Solby看到供应成本区域平稳 消费者的食品开支可能在意方法 但即是如此 由于在高通涨下 消费者希望节省开支 比其通涨会继续影响消费习惯 女子在多伦多市中心遭枪击 一名20多岁的女子在周日凌晨 与多伦多市中心遭枪击 当时她正在一辆汽车内 多伦多警方表示 这起案件发生在凌晨4.4 13分 证明20多岁的女子在一辆汽车内遭到枪击 警方称该女子身上有一处枪伤 急救人员抵达现场时 她还有一时呼吸 现在她在医院接受治疗 情况已稳定 调查人员正在寻找一名非洲裔男子 身高6英尺 事发后她徒步逃离 加拿大破咖啡案 76岁的C克瑞尔和她的前夫 74岁的白瑟勇 被指控向一名加拿大华裔咖啡店经理 投资咖啡 和种族歧视者的言论 他们朝店员不咖啡 在出庭路上言语攻击 CTV的亚裔摄影师 向亚裔记者述终止 这对疯狂复复的行为似乎已经适逢 他们被指控 在去年 向一名亚裔加拿大人 和咖啡店经理冷咖啡 并且发表种族歧视言论 于周五上午回到列治文审法院 对受害人进行交叉咨询 今年4月第三次开庭 CQ在开庭前 还曾当着摄像头 在前往列治文审法院的途中 适用屋檐碎语 对一名亚裔摄影师 进行种族歧视的撸骂 在当时的休庭期间 CTV还一度冲出法庭 向庭外的电视台亚裔记者 黄标脏话 带有歧视性的语言 还一度聊起上译 露出妖部一座挑衅 他们要求法庭为他们制定一名律师 并暂停审判 他们解释说 批评法律代表 法庭看了没有音频的监控录像 以及他们离开咖啡店的视频 咖啡店经理告诉法庭 事件发生后 他感到非常不安全 非常不舒服 他在2021年7月辞息着工作 因为他在那里工作不舒服 身判当天 遇说有十多名抗议者聚集在法院外 他们举着些有结束 种族主义仇恨是一种病毒 和种族主义是一种病毒的牌子 汽车变成松鼠窝 一名多人多女子说 他送汽车去换机油时被告知 汽车引擎盖下有一个松鼠窝 汽车在位于北约克的住所外 停了几个星期 最近他感到汽车摇晃 他以为是汽车需要保养了 汽车上更换机油的标准灯也亮了 他前往车航换机油 结果车航员工对他说 在引擎盖下发现不同寻常的东西 他看的照片目瞪口袋 他的汽车引擎周围 每个角落的和缝隙都塞满了大合同 软石不干草 用来吸收引擎热量的绝缘材料 全部被松鼠咬碎作窝 汽车经理说 松鼠可以从下面进入汽车 但汽车如果长开 松鼠会跑掉 经常打开引擎盖进行检查 也可防止松鼠作窝 伊丽莎白二世女王葬礼 今天2022年9月19日 是英国续任十年最长的君主的葬礼 数十万人向女王伊丽莎白二世送别 伊丽莎白于9月8日去世 享年96岁 在位70年 他的儿子国王查尔斯三世 现在是英国和加拿大的国家原始 也是其他13个国家的原始 来自世界各地的官员出去了伦敦的葬礼 包括美国总统拜登 加拿大总理多鲁多和夫人 四名加拿大黄言其警 在女王的送荡队伍中冷漏 从维斯密斯特教堂到大理石拱门 有行队伍中使用的四匹马 之前是送给女王的礼物 加拿大的高通胀还将持续一整年 据报道 推动加拿大通胀的潜在压力 可能在今年第四季度坚定 不过多数认为物价快速上涨的迹象 正变得根深蒂固 并警告成可能需要经济衰退 来避免罗杉士上升 加拿大将于周日发布8月份的通胀数据 分析师预测 整体通胀率将从7月份的7.6%的高点 小幅降至7.3% 在接触调查的8位经济师中 有6位认为 随着潜在的国内和全球压力开始缓解 海星通胀率将在第四季度间谍 不过重返2%的过程不会很顺利 分析师领表示 物价上涨范围扩大 薪资协议增加 以及消费者和企业通胀预期上升 都是通胀在经济中日益根深蒂固的迹象 这是加拿大洋行希望避免的情况 洋行又表示 需要大幅度的加息 才能将通胀控制住 不过经济师预计 工资物价螺旋上升的趋势 不会是永久性的 尤其是在经济方法的情况下 加拿大洋行表示 它可以在不破坏经济的情况下 减缓经济增长 TD证据经济师表示 我们认为这将是2024年的事情 但应该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 2023年下半年 数据正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安省将长期资助新冠研究计划 安省首席卫生官摩尔治 随着卫生官员努力制定标准定义和治疗方案 预计安省未来可为长期新冠做出资助决定 摩尔表示 医院一直在向省卫生部门提出交建议 提供有关如何护理长期新冠患者的治疗 摩尔接受采访时 表示对提案有所了解 但不想强行发表 认为他们将在不久的将来做出资助决定 安省最近减散的科学顾问团 本月呼吁政府采取积极而全面的战略 来应对长期的新冠 认为可能会为安省的人口 及医疗保险系统带着重大负担 科学顾问团指 感染新冠后的症状持续至少4或12周 人群中长期新冠的患者率 可能在2%到5%之间 摩尔认为定义和治疗长期新冠并非一时 表示正常识建立标准 无论是神经系统 心脏还是呼吸系统不适应 都希望有治疗方案 同时他认为了解哪些外外资源 可以帮助长期感染新冠病毒的人也很重要 例如康复健康治疗和物理治疗 摩尔指 目前还没有很多随机对照 试验能够指导医生 什么方法有效 在什么情况下有效 所以工作都在不断发展 也希望研究人员参与以确保治疗途径 早期得到最佳指导 汇率和天气预报 9月19日的汇率是100加元 大概兑换527.4元人民币 明天9月20号的天气预报 沃泰华11度到16度 小雨多伦多18度到24度 扫云温哥华12度到24度 晴亏贝克8度到14度 小雨卡尔加里3度到11度 雨云 以上就是这次的主要内容 多谢您的支持 衷心希望你能订阅此频道 再见